各位婚宁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欣欣怡 欢迎收看《假日十字月七八》 礼拜六的婚宁新闻 婚宁管党董宣人 丁磊仙 公布大家都很关心的广府局处党名单 对了以前入围主 最重要的收费座的局处党 都是在国内卦以及国界有丰富更组经验的婚宁主帝 另外 都入围主到困保局处党的部分 丁磊仙表示希望现真的局处党可以流下来做会打拼 为婚宁創作最好的生活环境 婚宁管党董宣人 丁磊仙 丁磊仙就要建立官府的局处党 要陪大家试试 也让民众知道他们准备好要选择 有一个年轻化 第二个非常学有专精而且有专业 在每一个部门他们都能够发挥他们的专才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旅外同乡可以这样奉献 我想这是非常难得 在年生在选业的时候就不断共同 要让外面打招呼的婚宁主帝有机会回来 故乡博物 所以这一次他所找的局处党 就有权为欢庄的专业人数 我觉得终于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可以也这么多年在外面历练 然后累积了一些就是实战的经验 有这个机会加入这个严临县府 然后张县长的这个团队 希望提供我们后续我们的县民 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效率的品质 来改善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我想将台北所学到的 所有一些经验的 包含我在训练所一些历练教导消防同等人 因为社会处它是需要一个温度的工作 那我也希望说持续这一份热情 然后整合资源之后 为这一块土地服务 无关系原本就在婚里面讲过 后来到外地去累积经验 在这时本来就一直在在地拍拼 丢了生共条 找人的基本就是他们的专业 我们在农业跟环保当中 我们考量所有的专业 还有事务官的任用 任用资格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朝向以 继续留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比较了解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他们未来在这个部分 继续的来协助我们未来的这个团队 继续的把这两方面都能够做好 记者 林一林 蔡宏博都